今天来给大家做寿喜烧 寿喜烧也就是日式火锅 主要原材料最主要有寿喜烧汁 一般的超市都有这种 还有就是要有豆腐 红萝卜 白菜 磨叶丝 还有金针菇 蘑菇 洋葱 青葱 还有有肥瘦相间的牛肉卷 当然有日本的和牛更好 主要是以客为单位 除了寿喜汁的量固定外 其他可以按自行的喜好来增减 我们先把豆腐煎一下 取一个香味 还有香菇也煎一下 所以我这个锅比较大 我可以两种一起煎 但这就分开煎 煎起来一个香味以后把它搞出来 然后再加牛肉再煎一下 然后加这个寿喜汁 我们可以用那个因为豆腐比较软 所以可以用筷子 一般把它煎成 列为焦黄就行 然后香菇可以煎久一点 香菇也差不多煎了五分钟左右 然后能看出这个香菇有点金黄色在里面 那香味起来了 那就基本可以 我们就可以把它撩出来 然后来煎那个牛肉 我们来煎一下那个洋葱 然后把这个牛肉倒进去煎一下 煎一个味道起来 这个火可以闷一点 这个是像那个牛肉创 这个我们是急动拿上来的 后来列为要煎的煎一点才有那个 才有个香味出来 好了 我们牛肉煎的差不多好了 我们就要来加点寿喜烧纸 加进去 让它有一个更好的味道 更入味 然后我们可以把牛肉把它撩起来 然后那个洋葱还可以在里面再继续煎 这个牛肉烤起来了 然后就还是这个洋葱还在煎 然后再加点葱白 下鸡的呢 起一个香味 烤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白菜啊 金针菇啊 这些烤进去 我们把白菜 金针菇简单炒了一下 然后就加红萝卜哦 因为红萝卜我已经超熟了 所以就已经熟了 所以就不用那么煮那么久 然后还有抹衣放下去 然后再加寿喜烧汁 这个时候是第二层的煮味 让它吃起来这个更有风味 整锅 然后我们再煮差不多十分钟 然后当然我们还要再加差不多一碗的水 就跟寿喜汁的量差不多 好了 经过十分钟的熬制 就是这个蔬菜类的都已经快熟了 我们就把那个 鱼肉跟豆腐把它搞进去 混合起来 然后那个 换一点那个青葱 然后我们的美味可口 健康少油 的寿喜烧 终于完成了 寿喜烧包含有大链的上司纤维 还有大豆蛋白 还有健康脂肪 如果你正想减肥 又想吃火锅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一网寿喜烧大约是有200大卡左右 所以还是挺不错的 厨房秘籍呢 就是我刚才也说过 要先煎牛肉片 然后把洋葱在一起煎 然后再加寿喜汁 这样可以更让这个牛肉更加入味 而且呢 你还可以单独配饭一起吃 或者加上一个蛋 也是顶瓜瓜的 自己人来吃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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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